好,我現在剛過捷運西湖站 我電量剩下44%了 我現在國泰人壽的步數是5600多步 SwingCoin一樣5700了 Tago一樣剛破5700 速度繼續灌水6107 差不多就是差500步左右 Jornopia現在大概4.83公里 好,我們繼續走 捷運港前站好像快到了 已經看到站體了 好,我現在到了 這個是捷運港前站的2號出口 來看一下我現在的電量 我現在的電量剩下32% 用完三分之一了 我覺得這樣假如我要把它帶出去 長途旅行的話 我覺得是個問題 他電量好像耗得比我想像這麼快 很多 我國泰人壽現在在捷運港前站的步數是 6,865步 SwingCoin 6,879 80 Tago 6,891 YouTube應該破7了 果然YouTube已經到7300 現在Renovia走了5.69公里 好,我們現在繼續走 好的,我現在到內湖的737夜市了 就是這裡 這條巷子 這條巷子叫做737巷 這也是為什麼它叫做737夜市 那我現在剛好拉到綠燈 可以過馬路了 因為現在才下午4點多 所以,欸 滿意外的耶 其實夜市已經有一些人潮 我原本以為這邊應該店家都還沒開 是有一些還沒開 但已經有一些開了 而且有一些人 再晚一點的話 這個內湖737巷是會封路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夜市 這家好像不錯 我們來看看 咦?它沒有菜單嗎? 看一下它菜單 看一下它菜單 籃子和拉麵 它店面長這樣 好,我們就來吃這一家 寫個單子那裡 好啊 你要什麼?因為它裡面在門外 挖這一個 紅酒擦霜啊 對 那樣吃過是不是? 對 對 好,謝謝 好,我點了一個 豚骨叉燒料拉麵 150的一個 街口支付它有活動 就是可以折價 150嘛 然後因為街口支付有回饋 所以它回饋23元 我等於支付了 127元 我是說它玉山Uber卡 所以Uber卡也可以再拉舊 等等來吃吃看好不好吃 我現在在的南茲和拉麵 我們來看我現在走多少步 國泰人壽也7943步 所以我國泰人壽今天的目標已經達標了 國泰人壽這APP 就是每天7500步 它就會達成 當天行走目標 那你一週有五天達成目標的話 就會 有獎勵 一個月有21天也是有獎勵 Gooey Coin的話 一樣7900 Pago也是 郵度應該8400 8300 然後Topia的話已經到6.48公里 好我現在就是 很古叉燒拉麵 上桌囉 那我現在開始吃了 好我剛吃完 我原本想要邊吃邊拍的 但是GoPro我剛剛吃到一半吃就沒電了 所以就沒拍到 整體而言其實我覺得 中上吧 我覺得中上 其實我昨天才吃拉麵 昨天跟朋友吃 吃中山那邊的聖王拉麵 他剛剛那一家我覺得 畢竟這是地方拉麵 跟聖王還是有一段差距 但滿平價的 昨天是聖王吃了200多 他剛剛那一晚用街口折價 然後再用U-Bear折 才120元而已 而且他可以免費加一球的麵 所以我剛剛就是有加一球麵 算是有吃飽 一百出頭可以吃飽拉麵 其實算不錯 我覺得算不錯 好 那現在我就繼續走 我現在打算走B湖公園 然後台灣戲曲學院那裡 然後裝海城公路 好 那就繼續走 好 我現在走到B湖公園了 超級美的 超級美 因為內湖有兩座大公園 就是裡面有湖這種大公園 一個是大湖公園 這個比較有名 因為那邊有一個捷運站 B湖公園比較沒有那麼有名 但其實 漂亮程度不輸大湖公園 超級美 超級美 好現在大概走到B湖公園 我從剛剛那個地方走過來 算是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圈吧 先看一下我的步數 我國泰式華他現在已經 九千多步 Sweecoin 他現在九千兩百 不過我現在只賺了六 Sweecoin 6.54 Sweecoin因為我有升級 一般人來講的話 每天五Sweecoin就會撐頂 那我有升級 我是升級為Quaker 所以一天撐頂是可以到15Sweecoin 所以我現在還是想走到15 天啊我走了一萬步 快一萬步 還不到七Sweecoin 它要夠九千三 它要夠每天的目標 最多可以到一萬步 超過一萬步 這個應該沒問題 Rontopia他每天 我升級是可以每天賺一百元 一般人應該每天賺 升級可以賺五十元 但因為我有邀請人 只要你有邀請人 期間內你升級可以到每天累積一百元 那我有試過就是 每天走路或跑步到15公里的話 有點喘 到15公里的話就會超過一百元 所以我現在還在想辦法走到一百公里 它現在是七點四五 好最後一個 YouTube 現在走了九千八百多步 這個APP很簡單 它每天只要走一千五百步 就達到目標了 另外一個目標 是你要花基點去買 這是我的積分 每天登入會有積分 花一百積分的話 可以買一萬步 現金獎勵三天 它從隔天開始計算 欸我可以領 我賺了0.03 那我是昨天買的 所以從今天開始 今天明天後天 我只要個別達到一萬步 我可以額外獲得千金獎勵 我想要衝一下我要部署 所以 跑來爬山 我原本沒有要爬 我原本想要直接走回家 後來發現 包含SweetCoin 還有Runktopia 每天目標插得來有點遠 但是 壁虎公園的這個山 我沒有爬過欸 內湖路 我從這邊上來的 俄童遊樂場 我應該是往這邊走 喔 它有四個路 我是來其中一個人 然後另外三個岔路 這邊都沒有其他人 剛剛壁虎公園 那邊附近 整個環湖公園 很多很多很多人 我一爬上山 竟然一個人都沒有 我現在 喔 我現在前面 一個人都沒有 前面又後面 一個人都沒有 我應該不會下不了山 蠻讓我意外的 我想說蠻多人的吧 完全沒有人 壁虎公園也是我之前寫 台北二十大景點排名 我現在忘記了 第幾名啊 我那時候寫的第幾名 我看一下 我查一下 第17名 我那時候寫的壁虎公園 是第17名 壁虎公園內 除了草樹綠地 小橋湖水 魚鳥 還有一座山丘 好我現在 又到一個交叉口 這個交叉口 我是從觀景平台來的 我童樂道場環虎步道 剛剛是我 爬壁虎公園3 以來第一個交會的人 誒 這邊又有兩個岔路 走哪一個 我走這一個 繼續直走 嚇我一跳 我剛剛以為這個石頭 我剛剛以為這個石頭 是一個人 其實我現在可以順便測試我 夜間拍攝的功能 到底好不好 說不定我回去看 結果這段影片完全無其麻 還有什麼都看不到 剛剛天色暗得很快 我剛到壁虎公園的時候 天還是藍 現在真的是 現在還是藍啦 變深藍 好我下山了 好現在我的歡呼即將結束 但我現在發現一件很驚人的事情 就是我現在他的表上寫著 0.30 0.29 0.28 好像是我的拍攝的記憶卡時間 快要結束了 剩下20幾秒了 意思是叫我廢話不要那麼多嗎 我這是一張32G記憶卡 是他原配 原本公司貨的配備 我完全沒有用過 好好我現在廢話不要那麼多 彎虎結束 現在我的 3Coin是 1塊1萬3 9塊多 Lonopia 9.81 好我現在到成功路三段這邊 那現在已經是很像大概6點40分 我剛剛在壁虎公園最後記憶體 真的就是那個 無視三二一 他就真的就沒有了 不讓我錄了 他直接中斷 最後我是刪掉我吃拉麵 有一個四分鐘的影片 因為最後那時候是電池沒電 所以他就中斷了 那個影片應該也不能用 就把它刪掉了 我現在GoPro裡面 他這記憶卡又多了四分鐘 但是我跟他講了這一串話以後 Oh my God 他又剩下兩分多鐘了 所以我廢話還是不要太多 結論來講的話 電池真的會不夠 我可能會再買 你看我現在這第二副電池 他又已經用了一半 但他就剩下53%電 記憶卡可能也會再買 原本附的記憶體 記憶卡還有電池 它容量其實都是沒有太多 對我來講可能不夠用 假如我要去很長途的旅行的話 真的是會不夠用 我今天只是在內湖繞一圈 測試看看它的性能 結果發現兩個都要用光了 不過買記憶卡就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只要買太大的記憶卡 我可能就亂拍一通 到時候剪輯的時候也會是我的困擾 32G他這個原本配備的記憶卡 或許對我來講 就是他可以限制我 不要拍一些沒有用的影片 浪費記憶體 好 現在記憶體剩下1分20秒左右 然後我來到今天的起點了 明泉東路和成功路的交叉口 我今天這樣繞一圈 那走的步數是多少 我看來步數是一千 一萬三百多 一萬三千多 Sweetcoin也是一萬七千 一萬七千多啦 賺了12元多的Sweetcoin 其實這些都已經達標了 一萬七 YouTube也是 Rontopia到13公里 差一點點 差一點到15公里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結束啦 掰掰